记者简会如台北报道,中国再度出手打压台商,只因为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洛杉矶时,路过85度C喝咖啡,中国官媒,网民轮番炮轰,中国85度C作发呼声明支持九二共识,更称蔡英文是台湾当局领导人,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今早直播挺85度C绝对不是台独。 更批民警当政府没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,丁手中今天一早拿住85度C的饮料,在脸书粉丝专页丁手中粉丝团开直播力挺85度C,并BO文指出,85度C打开门做生意,只是无辜受到了持余之殃,相信他们绝对不会是台独,希望两岸所有的好朋友都一起给85度C绝对。 C大气丁手中在直播中表示,85度C这样优质的企业却在两岸对立气氛,民粹炒作下成为牺牲者,我们非常不舍,台湾优势企业在两岸服务,不应该成为两岸对立下的牺牲品。 现在民进党政府对两岸关系没办法处理,没有心处理,也没有能力处理,对岸对我们台商事务也是以毒不回的形式,成立两岸事务委员会扮演好角色,承担起中央政府的无能。 丁手中指出,担任台北市长后,一定会在台北市政府下面成立两岸事务委员会,一条龙处理台商,台生,陆生,中国在台湾投资的企业,中国在台旅客权利。 一定为两岸人民交流,友善合作提供最好的服务,民进党中央党部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做好这个事情,他来承担。